我既然用掉了6支 用妮瑋亞會薛顏的話 我跟你們說這一款超好用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2022下半年的空空賞 這個單元呢就是我們一樣 老規矩會分成舊愛跟新歡 然後這次的新歡特別多之外 我跟你說下半年不得了 不整理還好一整理 哇我用了滿滿的 就是已經快要爆炸出來的 將近40款單品 那這次我一樣就是可以快速跟大家總複習之外 也會分享我會回購或還是不會回購 然後還有我推薦的理由 那想知道我用完哪些商品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款呢就是這個 背負代碼的舒敏高校潔膚液 就是我們俗稱的小洪水 那我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 它用起來就是真的非常的溫和 然後完全不會敏感刺激 重點是它的卸出力也算是蠻好的 所以它到現在就是 已經榮登我最愛的卸妝水第一名 反正就是持續回購使用中 再來是這個 就是我的老粉們應該都知道 我很愛這個 妮威亞保濕深層眼部卸妝液 我自己會習慣眼唇跟全臉分開卸 這個就是每一年的空空場都會持續出現 但是呢今年其實我有一個新的愛用的 所以這次用完的量比平常少 就只有用光亮瓶 還有一個卸妝的是這個 Kiss Me的 睫毛膏卸除液 這個也是每一次都會出現 反正呢我給它一個結論就是 只要你有在刷睫毛膏 就一定要用它 因為我們卸睫毛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需要花費力氣 或是你比較怕會拉扯到 但是它的卸除力很強 就是你跟刷睫毛一樣稍微刷一下 然後再搭配眼唇線上去去戴 它就會比較快把你的睫毛膏溶掉 再來也是我的愛用組合 蘭蔻的極光水跟蘭蔻的小黑瓶 這兩個也是曝光頻率非常非常高 也是我自己私心真的私下超級常用的 就是無限回購然後持續在使用 那極光水我是用那個化妝棉去擦拭的方式 然後它可以溫和去帶一些有角質 然後讓我的皮膚可以變得比較亮 然後膚況比較穩定 小黑瓶就是我愛用最多年的精華 因為它就是長年使用 可以讓我的皮膚膚況會變得比較乖 然後或者是說我沒有在試用產品的時候 基本上我就是回歸它的懷抱 那這兩樣產品就是我之前在專櫃銷售網友分享過它 就是如果大家還沒用過 想知道更多它的質地啊 或是心得的話可以去複習那支 再來是碧顏璇的奇蹟特嫩精華 嚴格來說這是劈哥的空空上 它已經用掉兩瓶這個了 因為我覺得這一瓶好處是 它比較沒有膚質的限制 然後男女生都可以用 基本上我還蠻推薦就是精華入門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它 然後它就是可以讓你的肌膚用的會比較嫩啊 比較亮 你喜歡嗎 喜歡 再來是嬌蘭的皇家鳳凰乳瓶橫油 這個我也非常過超級多次了 我之前說就是這瓶油滿滿的油 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很難用完 但我你知道很認真的用 還是把這麼大一瓶保養油用完了 它其實是我用過我覺得最輕盈最透的油 很多人怕保養油會上起來太滋潤啊 或是長一些肉牙痘痘的 但它真的是非常的輕非常的透 所以蠻適合就是像混合肌 你可能是局部乾燥 你可以搭配它來用 那我自己的話呢 因為它的分子還蠻細 我有時候甚至眼下的時候也會用它 或是妝前的時候也會用它 就是讓我的肌膚可以維持在一個 油水平衡比較好的狀態 然後我之前愛用它到 我覺得它可以拿來去滴我的頭皮 因為我的頭皮也是比較偏乾 然後用它之後呢 就是會讓我的乾屑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結果之後然後來真的出了一個頭皮精華 就反正大家如果喜歡用這瓶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參考看看那一款 那想知道更多它的質地心得的話 之前生肌包影片也有分享過 大家可以複習一下 再來是Alamis的玫瑰精碎油 這一款呢 在上一集空中想吃新歡 就這一集呢 我已經用到第二瓶了 所以變舊愛 那這一款呢 它的那個玫瑰香味 我個人非常喜歡 它就是有添加了那個 很多的玫瑰萃取 然後呢 我喜歡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用在臉上的浮出 非常的舒服 然後那個油的分子也很細很小 所以你就算上在眼下也完全沒有問題 像我用完一整瓶 就是眼下是完全不會長肉牙的 再來是這個 Revive的光彩再生活膚霜 這個也算是老朋友了 我也不知道用掉幾罐去了 個人認為 它是在開架找不到平替的一個保養霜 因為它真的 第一個是質地很特別 第二個是用完的 肌膚感受真的是非常的有感 如果在保養停滯期 你肌膚覺得 我好像都沒辦法變得更亮更透的時候 你用它你就會覺得 我的膚況更上一層樓了 但是它的評價比較兩極 就是因為它裡面有添加一些酸類成分 所以部分人用了會覺得好像上起來會刺刺的很刺激 那我自己是覺得我可以接受啦 因為我用完之後 我隔天我覺得照鏡子 天啊我的臉是真的在罰光的那種程度 所以我也是持續愛用中 再來下一個 欸我沒有整理 我不知道這麼誇張欸 是Kate的那個 凝色柔滑眼線膠筆 這支我真的是熟到 我已經可以完全被它的名字 而且我這半年用完六支 什麼意思 那這支眼線膠筆 我也不用再多介紹啦 基本上我就是平常會拿來畫內眼線 然後我有時候就是如果想要畫比較柔和的眼妝 它也是很適合拿來去勾勒外眼線 然後你再拿那個筆刷去刷 它的質地是很滑順 然後很顯色 然後我自己最喜歡的色號是 BR2 所以這支就是我目前最愛的眼線膠筆 再來是這個卡斯的黑鑽逆時髮膜 這也是上次的新歡變成這次的舊愛 這款髮膜呢 我真的超級推頭髮受損的人使用 首先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它就是可以把它當作急救修護 因為髮膜嘛 顧名思義就很像是頭髮在使用的面膜 然後你在洗完頭之後 稍微就是讓它敷一下 我都會等個5到10分鐘再沖掉 我覺得最有感的瞬間是吹完頭 你會覺得你的頭髮比平常柔順 然後長時間用你的髮子也會變得比較順 然後那個毛鱗片不會亂飛 另外呢我也很喜歡它的味道 它用完就是會有一種很奢華 然後高級千金味 那新歡第一樣是這個 黑鑽逆時髮育 對它就是剛剛髮膜同一個系列的 然後髮育呢蠻推薦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從洗頭保養都喜歡同一個香味的話 你就可以整個系列一起買 然後或者是你運算比較夠 因為畢竟卡絲他們家是比較屬於沙龍級的髮品 單價會比一般再高一些 我覺得如果只能選一樣的話 我還是會比較推髮膜 就是我會覺得洗髮主要是可能清潔力夠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想要追求髮質更好的話 髮膜會是更有感的 再來卡絲的另外一款 我愛用的是這個 橫彩重生系列 也是髮育跟髮膜 那如果說剛剛是比較可以讓你的髮質變得比較順的話 這個我覺得它就是很適合細軟髮 或者是有染髮的人 因為像我自己不是有漂髮嗎 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重視頭髮保養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皮膚酷得很好 然後結果髮質就是很筆沉啊 或是很毛躁 就整個超級扣分 橫彩重生系列 它就是特別針對有染髮的人使用 然後如果你可能染完頭髮比較乾 或者是說你染完後比較容易掉色 都蠻推它的 然後細染髮 因為我自己剛好也是 就是用它之後 我會覺得你的頭的蓬鬆度啊 或是整體的那個順度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系列我個人也蠻喜歡 再來是背膚代碼的 舒敏高效眼唇卸妝衣 它是背膚代碼過了這麼久 就是才出了一個新品 它可以算是小洪水的眼唇卸妝版 那為什麼我剛說尼瑋亞就是沒用那麼多瓶 就是因為我分了一點心在這個背膚代碼的眼唇卸妝衣上 我跟你們說我覺得這款也超級好用 所以呢如果你就是用了尼瑋亞 有些人會說會熏眼或是什麼的話 你可以嘗試看看這一瓶 接下來呢是Dior這個眼唇卸妝液 這個蠻新的好像是今年6月才出的吧 然後它就是主打說可以保濕舒緩淨化 我那時候其實就很好奇 專櫃的眼唇卸妝液用起來的感受怎麼樣 反正我就默默的把這瓶用完了 那我覺得它呢用起來的清爽度還不錯 然後卸出力也是很不錯的 味道有一個很淡淡那種芬芳的香味 我覺得這款呢我自己用起來是蠻喜歡的 但是就是價格稍微比較負可愛一點 所以除了價格 如果你沒有預算上的考量 你又很喜歡Dior的話是可以試看看的 再來是1028的睫毛膏卸除衣 對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們家有出 但這個是之前它跟那個睫毛膏有一個 特別的限定組合的時候 我就抱持著想說 欸除了Kiss Me有沒有其他牌子好用的睫毛膏卸除衣 我來試看看 我覺得它不差 就是它也的確可以幫助我的睫毛膏更快速的卸除 但是我覺得它的質地比Kiss Me再稠一點 就是你會覺得使用上會比較有一個東西勾在眼睛上 反正整體感受我覺得還是沒有Kiss Me好用 但反正現在它也買不到啦 所以我們就稍微帶過就好啦 再來是Bobbi Brown的洗褻木 這款呢相比他們家那個卸妝有可能比較稍微冷門一點 它就是主打說你可以卸妝清潔跟保濕化妝水三合一 但是我本人呢其實是沒有很喜歡多功能 反正我就會覺得你清潔就乖乖清潔 然後卸妝就乖乖卸妝 那是就它的清潔力跟使用感受上來說 我自己其實是非常喜歡的 但是有個壞消息就是它好像在一兩年前就是已經停產了 所以現在也買不到 我分享那麼多幹嘛 反正總之就是這個洗線慕斯是我自己很喜歡 所以我也默默把它用完了 再來另外一款是這個P Plus的純淨保濕結顏慕斯 這個品牌它主打的就是說它用了會比較天然純淨的成分 然後我自己用下來我覺得它的清潔力算是中上 就是感受是很不錯的 然後真的很溫和 然後也完全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可能皮膚比較敏感 你不喜歡有那種香料味的話 或是你不喜歡清潔力過強的話 這一款可以試看看 它價格也不貴也是開價的百元價 再來是Dudor的玻尿酸保濕精華化妝水 這一款呢算是他們家的明星商品之一吧 化妝水我之前有分享過 如果你的目的就是想要保濕的話 其實不一定要買到預算那麼高的 或者是一定要買到專櫃 我覺得很多開家或是醫美品牌的就很好用 這款它就是主打說裡面有大小分子的玻尿酸 然後有首次添加的精華成分 就是可以讓你的化妝水的那個保濕滋潤度更高 那我為什麼可以用光這麼大一瓶呢 是因為我都拿來濕敷 我覺得它濕敷的那個保濕力跟滲透力都蠻好的 然後因為它很大瓶的價格也不會太貴 所以用起來就比較不會心疼 再來是歐蘇丹的光脆激活精華水 這個呢它的定位應該可以算是 有添加保養油的化妝水 現在已經被我用完了 它原本其實是有那個精華油的質地 然後我使用前就是會這樣稍微搖一搖 那我喜歡它是因為如果我今天皮膚很乾 沒上妝的時候我噴那個化妝水 它其實會反而把我臉上的水分帶走 可是我噴了這個添加保養油的化妝水之後呢 它的油就會幫我的臉上水分鎖住 所以我用它的時機就是在我今天沒化妝想要快速保濕的時候 或者是說我今天就是卸完妝到洗完澡中間這個過度期 因為你知道乾肌有時候連這個短短的半小時一小時臉都會很乾 那時候我就稍微噴一下 它是會感覺到臉上有滋潤度的 那我的臉就比較不會那個水分被帶走 所以默默的我也是整瓶用光光的呢 再來是Dothermay的B3抗痘精華 這個我在之前的百元保養好物裡面有分享過它 我覺得只要你是會長痘痘的皮膚都蠻推薦可以用這一瓶 因為很多抗痘產品它可能是要比較求快速 或者是可能它必須得添加一些比較刺激性的成分 但我覺得它算是我用起來比較溫和的 它是油溶性的無水精華 然後它裡面添加的是一些草粉成分 所以你聞起來會有一個很像那種茶樹精油的味道 味道是比較天然的 然後我實際用下來呢它也真的比較不會刺激 所以我通常會是在痘痘長出來 然後我會局部擦在我長痘的地方 或者是你感覺到那個痘痘快要跑出來的時候擦一下 它就會讓你的肌膚穩定下來 再來是Weiser的精透露屋 這個就是大家熟知的那個仙女水 我覺得它包裝做得還蠻美 真的就是有點偏光很鮮的感覺 那其實我覺得它的定位跟大家知道那個蘭蔻極光水蠻像 它也是97比3的那個比例 那我自己使用下來啊 我必須說它們兩個的使用感受度蠻接近的 可是硬要說它們的差別 我覺得蘭蔻的那一瓶可能更適合偏乾肌 然後這一瓶我覺得稍微可能混合肌比較可以接受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皮膚比較油 用蘭蔻的那個你會感覺好像會有一點點油感 可是這一款的話我覺得它的清爽度會再更高一些 再來是HR的濾保水 這瓶呢它主打就是可以穩定你的膚況 然後可以讓你的毛孔變得比較小 然後它主打就是有98%的直萃精華 你用它的步驟其實就是化妝水 但是它是比一般化妝水添加了更多就是精華成分在裡面 那我自己用它 我必須老實說啦 我比較沒有什麼毛孔問題 所以它對我的毛孔改善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感覺 但是呢我覺得它的確可以讓我的膚況變得比較穩定 而且我也喜歡它的味道 它味道就是有一種 我很像在大自然裡面 然後吸收滿滿芬多精那種很放鬆的香味 所以如果你本身很喜歡HR他們家的產品 我覺得濾保水也可以嘗試看看 再來呢還是HR的玻尿酸緊緻抗皺精華 這一瓶呢它其實主打就是裡面有添加一些抗老成分 就是像普拉斯列然後還有多森泰 然後也有大小分子的玻尿酸 它相比一般的精華來說 它是更著重在有抗老效果的 然後我自己用它的期間呢 我自己很喜歡它的質地是吸收很快滲透很好 然後我的皮膚也會變得比較澎潤的感覺 它比較適合輕熟齡或是熟齡肌 如果你今天是太年輕肌膚的話 我反而不推薦它 因為你會覺得有點太超齡使用 你用一般的保濕精華就可以了 再來是AQUALEVEL的健康浸透乳液 這個呢也是在之前的百元幫好物裡面有分享過它 那這個系列啊 它都是主打就是無添加 就是沒有什麼酒精啊 防腐劑啊 香料等等 味道也是非常的單純 就沒有味道 那這個乳液呢 我就是超級推薦給學生 或者是男生 你可能就是想要基本的鎖水的話 它真的是CP值超級無敵高 而且包裝也長得萌萌的 那我通常用它的時機會在妝淺 那對我來說因為我皮膚比較乾 所以晚上或是冬天用的話 它就會比較不夠力 再來是Cisley的全能乳液 這個應該是專櫃乳液裡面 非常非常有名 然後也出了非常多年很長青的一款 那我就是抱持著朝聖的心態來用它 那我默默的把整罐用完了 我必須說它的使用感受是很不錯的 然後保濕鎖水效果也很不錯 但是它真的好貴喔 這一瓶要七千多塊 就是對我來說 我可能不會想要花到那麼高的預算買一瓶乳液 但如果你們有用了很喜歡的人 可以跟我分享 就是你們愛的點在哪 我自己是覺得性價比偏低啦 再來是雅詩蘭帶的無敵膠原霜 這一罐呢其實算是他們之前的那個 無敵霜的升級版 質地使用上我覺得感受沒有差太多 稍微再更輕感一點 然後這個呢我之前也分享給很多人 就是可以當作專櫃入門乳霜 因為它的質地啊其實也比較沒有 膚質跟年齡的限制 就如果你說我今天想要 開始使用第一罐專櫃乳霜的話 我通常就會推薦它 它的使用季節我覺得也蠻廣的 基本上對我偏乾肌來說 春夏秋都夠用 然後妝前也可以用 因為不會跟你的底妝打架 這一罐我是會持續再回購了 我現在已經第二罐用到大概三分之一了 再來是這個Saborino的早安面膜 那我手上這款是白草莓 它比起一般那個黃色款再更加強保濕 那其實這個好像也是你在用對不對 皮哥很愛 他就是早上會說 等我一下我要敷面膜 然後我就不想等他 他就說那我敷早安面膜夠快了吧 反正他就是一個60秒可以快速保濕 那我自己現在其實真的比較少用早安面膜 可能對他已經膩了吧 反正他對我來說就是有一個時代的眼淚 現在比較少用它 那短期內應該也不會想要再回購 再來是Panhaligon的Quircus沐浴露 這一款呢就是我之前才剛在那個年度愛用香水 有分享過它的同系列香味 那我個人是一個非常非常愛買沐浴乳的人 我有一個沐浴乳收集品 我家裡會隨時保持10罐以上的味道 然後我買沐浴乳的出發點 我都會比較喜歡從我喜歡的香味 所以我很常去香氛品牌 像Jomalong啊Panhaligon去買我喜歡的味道 然後這個味道呢就是我洗完 我會覺得我好像在一個五星級飯店裡面 男女生用我覺得都可以 它算是一個蠻中性的味道 然後洗的感受也還不錯 然後如果你要送人的話 我覺得這個味道也不會出錯 再來是Neom的睡眠噴霧 這個產品比較特別一點 我先講一下它呢是一個英國的香氛品牌 然後他們家就是也有出一些蠟燭啊香水等等 然後那時候我用到這個睡眠噴霧我覺得很特別 應該現在很多人都會有一些睡眠的困擾 就是你可能睡前沒有辦法讓你的大腦放鬆 你可能會想東想西 然後我就會在睡覺前在那個枕頭啊 或者是棉被就是織物上面噴一下 然後這個味道啊它裡面就是有那個薰衣草啊柑橘啊 就是真的真的很放鬆 然後可以讓你心情平靜下來的味道 會讓我在睡前有一個儀式感之外 我會睡覺的那個狀態下比較放鬆 那提醒大家這一款就是直接噴在植物上 就是不要噴在空氣啊或是身上 甚至小孩狗都不建議 再來是愛瑪士的潤唇膏 這個我之前在上半年的愛用品有分享過它 那我覺得愛瑪士他們家 第一個是品牌知名度高嘛 第二個是這一支潤唇膏的包裝 我覺得做的也很有質感 它是磁吸式的 然後潤唇膏的那個乾濕度適中 就是我覺得它在妝前用 它也不會有那種濃膩感 所以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 雖然他們家的唇膏我用起來 可能顏色不是我的菜 但是這款呢我是一定會再回購 再來是伊利斯2的小金管 這個大家不陌生吧 才在之前那個強強對決中就是勝出的一款 它其實就是主打你可以當妝前防曬多效合一 我很喜歡它的質地是因為真的比較沒有膚質的限制 然後默默的也用完一條 我現在的第二條也已經快要用完了 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上妝或是比較詳細的心得的話 可以去複習之前的強強對決 再來是PLADIO的經典浪漫定型眉粉 這顆呢之前曝光頻率也蠻高的 就是年度愛用啊 還有300以下開架好物 還有寶雅的排行榜都有出現過它 但是呢我覺得以一個我這麼常用不同彩妝來說 可以把一顆眉粉用到見底鐵片群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就知道我有多喜歡它 那這款呢我用的色號是PBP03 它可以拿來上眉毛也可以拿來當作鼻影 但我自己比較少上鼻影啦 我通常是拿來畫眉毛 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調色非常好看 然後也很好暈染 價格又很便宜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顆就是CP值超爆高的眉粉的話 就是強力推薦 再來是Makeup Ever的染眉膏 這款也是好像今年才出來比較新的商品 然後它就是主打說可以讓你的眉毛有定型啊 然後增加你眉毛毛亮的效果 那這一支我覺得它的優點是 它的顏色出超級無敵多 就是因為眉毛通常可能會配合髮色嘛 所以你比較容易可以找到 然後完全適合你髮色的染眉膏 再來就是它的定型效果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它的膏體偏乾 所以你上在眉毛上它可以很輕鬆的 就是把你那個眉毛的毛流感做出來 所以我也是默默的用完了 我用的是40號給大家參考 再來是1028的這個放射線肌紋眼線液 這支呢我在之前1028的全妝影片有上妝過 然後我用的顏色是濃縮咖 也是比較深的咖啡色 那這支呢我覺得它畫起來還蠻穩的 然後也很抗暈 但是我覺得它的出水量 在我用一段時間之後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就像我可能有時候眼線液很重 是那個一筆拉到眼尾的感覺 但它可能就會有點沒有辦法那麼順 就要來回這樣塗抹 有點小可惜 再來 再來也是眼線液 是Maybelline的這個36小時什麼抗暈眼線液的 這支呢是他們之前的小精管升級版 但我必須說升級升得好啊 因為它真的是比以前好用太多了 它的外型我覺得也變得比較好看 它是霧黑色比較不容易沾指紋 再來就是它的出水非常的穩定 就比起剛剛那支我真的是應該說可以有點幹掉了這樣 還有它的那個滑順度很夠 然後顯色力很好 重點是也不暈 所以我覺得它可以很快速 就是一筆勾勒出那種比較歐美啊俐落的這種眼尾 它已經是算目前我近期最愛最愛的一支眼線液 我已經用到第二支了 那如果想看它上妝效果的話呢 你可以去看之前的新鮮貨 或者是開架隱藏好物都有分享過它 最後一樣 終於快要分享完 也是Maybelline的這個睫毛膏 這支也是今年才出 在國外其實超級無敵紅 然後台灣是近期才有越來越紅的趨勢 已經很紅的時候我已經默默把一支用完了 這支真的很好用 它的優點就我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那個刷頭造型 有點像那個恐龍的背脊 然後有一點點硬度 所以我在刷睫毛的時候 它可以把我的睫毛往上帶 然後也可以去拉到我比較細短的睫毛 所以我有時候你知道 我本身是細軟睫毛的人 它用它會那個濃密跟纖長都同時有達到那個效果 持久跟抗硬度也都很不錯 所以我願意稱它是 揚尾細軟睫毛的救星 如果你用很多 你就覺得沒有達到你想要的濃密效果的話 不妨可以嘗試它 那如果想要看它上妝效果的話 我前陣子在IG有發 睫毛膏的美妝筆記 大家可以溫習一下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2022下半年度的空空賞 每次分享完這個主題 就是可以把這些東西順利回收之外 也算是幫大家做一個快速總複習 那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是你的空空賞 或是你的愛用 嗷嗷賞是什麼 那別忘了更多 即時的美妝生活穿道理由分享 可以到我的IG 然後喜歡這邊 幫我點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後面快點跟大家掰掰